参见陛下 你们 身体互换了 边疆不稳哪 只怕要起战火 皇上应该去和丞相他们商量 臣不懂这些 皇后又跟朕生分了 臣只管国运星象 管不了夫妻朝将 我不是让你管这个 朕得尽快换回来 现在 臣已经找到了换回来的办法 要换回来 需绘制一张阴阳归原符 但此符必须用北墨王庭的宝物 魂箫来绘制 这个就是魂箫 北墨王庭 此物绝不能直接向北墨王族讨要 他们会知晓 朕出事 皇嫂的声音 身体互换 最关键的 还是这阴阳归原符 身体互换 阴阳 不好 哭也没有用 皇后娘娘 太后让您去慈宁宫一趟 给我好好回御书房待着 我回来之前不准乱跑 我 皇后亲我 我 我要忙着补卦 今日你去别处玩 你也不笑着我 见来说吧 参见母后 跪下 太后何须如此客气 你我除却君臣之意 更有亲戚之情啊 不过 皇后娘娘怎得跪在地上 好 王爷您看着陈占卜 陈容易占卜不准 难道我在这儿你便心有旁喽 天机不可泄露 尤其是对不聪明的人 昨夜星象显示主有劫难 怎能算不出呢 说不定是你看花眼了 王爷太后有急事找您过去 难道皇兄去母后那儿告状了 只有母后在吗 皇后娘娘也在 若我回不来 记得去慈宁宫给我收尸 上 皇后娘娘怎得一直跪着 莫不是做了什么错事 身为皇后 侍奉太后必应如此 皇后如此贤德是皇室之性 我朝之性 只是不知 这地上的茶杯 和她手中的毒药是怎么回事啊 臣内功之事 还要向三王爷汇报不成 臣不敢 只是 若无其他的事 三王爷便先回去吧 爱就乏了 老后啊 你别听黄小瞎说 我一直亲戚 三皇叔怎么在此 皇 皇嫂你怎么跪着 快起来 王爷当真关心皇后啊 那是必然的 这可是我亲哥 王爷 对 方才不是说祭祀已经准备好了 劳烦您转告太后和皇后吗 敢问太后 毒酒可准备好了 这 看样子皇后娘娘跪的时辰也够了 那不如 就开始吧 开始做什么 自然是祭祀了 皇上出征北磨 今日北磨火气重 皇后娘娘跪拜祈福 再用茶水泼向北方 能克达达 再以毒酒洒汁 能平北磨 好 既然如此 本王就先回去了 三王爷请留屋 既然是为皇上祈福 自然是人越多越好 尤其是您 德高望重 这 拜 跳 转 他刚刚三王叔的样子吓死我了 哈哈 等皇嫂回来 我便能日来陪你了 王爷该以国事为重 臣不需要人陪 就听你的 以国事为重 出大事了 他以后要杀皇后娘娘 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 怎么可能 皇兄怎么可能有身孕 王爷的意思是 皇后对皇上情深可见 定不会做出不轨之事 还请王爷出面 救下皇后娘娘 帮忙现在就去 王爷御北如何说 自然是求母后放了皇嫂 理由呢 理由 皇后娘娘腹中是王爷的骨肉 是太后的亲孙 唯有如此 太后才能放过皇后娘 什么 皇兄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不行不行 母后会打死我的 皇后娘娘若有意外 皇上也不会自己活着的 皇后 敢问母后 皇后身犯何罪 不属父道 不尊公归与人私通 更是铸台案件罪不容重 岂有此理 是何人胆大包天 敢与皇后私通 过三剧 堤离 咱们还是去找江苑症 求证一番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糟了 等等 张院长 我们正要找你 回头再说 我看错了脉 赶着去给太后禀报 你看看这杯药 跟你禀报的事 有没有关联 就是这杯药 你怎么知道 哎呀 怀孕中毒的人 就是黄嫂 什么 狂狂出发了 回来 小红 回来